三十好几了还跟公婆住在一起 是妥协吗 有人说几代人一起过 肯定是晚别受委屈 但我不得不说 我和公婆一起住啊 那是占了便宜 首先我们大家庭不用窝居 这一套在我视频里 频繁出镜的别野足够宽敞 我们虽然是三代人同堂 但是小家庭的独立空间很有保障 其次我公婆特别好 经济上婆婆不抠门 你有两件现金吗 我偶尔没有现金 婆婆都能及时伸出援手 平时家里的日常花销啊 也足不可我算小账 公公没有架子 偷偷喝她珍藏的茅台 也不生气 不忙的时候 还喜欢拉着我们一起小桌 家里的氛围很轻松 并且公婆还有共识 就是不干预我们小家庭的决定 大到换工作创业 教育孩子 小到饮食习惯日常作息 我和林先生都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其实坦白说 结婚前和公婆同住 不在我的计划里 十年独立生活的求学经历 让我对一大家子人 同一个屋檐下的生活心怀恐惧 还好现实生活 预想的要美好 尤其是有了双胞胎以后 我更发现 大家庭的生活是稀缺经历 一家子人热热闹闹的在一起 不仅不冷清 孩子们也能更好地 学会爱和被爱这件事情 当然随着双胞胎长大 我们的小家庭 早晚会重新回到 独立的状态一去 但从这个角度你看 我会更珍惜 这样的大家庭生活 都会好了 不仅不冷的